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醒来你在床上只是头巢下睡了而已 方冲之间 因为你的生命就在方冲之间 就这么点 就在呼吸之间 就这一点点 我们的世界就那么一点点 你的预见都没穿 你的虚空能有多大 我们连预见都没穿越 你在情侣之中折腾 苦乐只是在预见天感受的苦乐 境界只是在预见的境界 虚空只是预见的虚空 你的虚空是你的心量有多大 你能包容多少 你能容多少宗生 你是不是把所有的宗生 六道宗生全部容下 你的虚空够不够这样的广 你能容菩萨 你能容佛 你容得像恶鬼到畜生到吗 恶鬼可是每天就要吃的 其他的都不要 第一道就是每天就是跟你诉苦的 用不停的放弃你 所有的宗生你听他诉 明白了吗 他苦不堪严 他不说怎么办 他说出来解情几秒钟 你能容得像天人道吗 天人道很清静啊 也就一点程度不然的 而且清静得很执着 你稍微有点 他什么都要求完美的 他对你要求很严格的 你稍微什么东西你 你碰住的 你稍微有点黑点 他都看清楚了 他都觉得 这个人不可教 不跟你来了 你能容得像他吗 你能把他放在你的世界 很慈悲的看着他吗 你能容得像修罗道吗 骂你绝对没商量 而且无缘故就骂你 没有理由的 我就烦了 我就想发脾气 看你就是发脾气跟对象嘛 你对劲了嘛 今天遇到你 我就骂你呗 这就是修罗道 而且三句话不通就中 你能容得像修罗道吗 然后保持爱 保持慈悲看着他 把他放在你的世界 安置在一个地方 绝不舍弃他 能容得像人道吗 有用的时候来了 没用的时候 拍拍屁股 在大街上躲着你走 世俗啊 人情世故啊 这就是人道啊 非常薄 戒力忘义 人情冷暖 人走茶凉 这都是行人道 你能容得像人道 然后把每个人 放在你的世界里吗 让他占一撇地 出生道呢 你能容得像蟑螂吗 很恶心的 毛毛虫吗 你看着他 仍然那么慈悲 给他一个位置 在你的心里世界 爱他 你能容得像六道尊神吗 那你就是菩萨 就这么简单 如果只容得像佛菩萨 你就是想象出来的 因为佛菩萨一定是化现成六道咒舍在哪儿的 佛菩萨是无喜无相的 如果你放不下六道咒舍 佛菩萨 没有东西可放的 你就放不下佛菩萨 如果不爱咒舍 你会爱佛吗 你会爱菩萨吗 不可能的事 佛菩萨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以蟑螂 有蚂蚁 有肉体 很多东西呈现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你见到的也只能是肉体 也只能是蚂蚁 也只能是蟑螂 也只能是六道 六道的任一个像 因为你在欲界天 在欲界天 在欲界天 你看到的佛菩萨就是六道咒舍 在色界天 你看到的就是光化神 不同的围城你看到的不一样 只有进入无色界 它就在意识层面呈现 它没有设想 一个念头 你进入了哪一个围城 有相无相 你都知道它在 现在我们在欲界 OK 那欲界来 这个就是佛菩萨 所有的都是佛菩萨 你是按欲界来接受的 你是欲界之人吗 你是欲界 那就按欲界的到来 佛菩萨就在这儿 都在这儿 如果你不爱众生 没有佛菩萨 进入色界再说色界的事 进入色界天 你进入光化的层面 那么你会爱他的心 那么你会爱他的心 不管这个人 是些什么样的笑 他的心灵是美的 你会爱他崇敬的心灵 他肯定染得一塌糊涂 但他的心在哪 在欲界天 你连心都看不见 就看到他仇恶的一面 大家就是这么的轰浊 一塌糊涂 吸气欲望一大堆 你能保持慈悲吗 看着这些像 诸像 都是佛菩萨 就这些像 一塌糊涂的 每个人七情六欲 一大堆 爱他的七情六欲 你分别吗 你觉得七情六欲不能爱吗 你要把他转了吗 你转了才爱吗 你一定要他成了佛 你才爱他吗 你转不了 你一转他 他已经是个东西了 你不转 他就是虚幻的 在欲界先爱人 爱人就是爱佛 爱菩萨 你逛复 你逛ろう 你逛了 你逛廚 你逛一带 逛一带 女人 你逛一带 你逛一带 那 kita 你逛二带 我逛一带 你逛一带